5月22号 朱一龙在嘎那接受红黄专访的时候 把顽固子弟读成了夸夸子弟 因此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于朱一龙读错字这件事 工作室做出回应表示 罚超一百遍从小时开始 看来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也有一部分粉丝表示 我监督让龙哥超过一百遍 不过更多的网友还是表示 顽固子弟是生活中常见的词汇之一 身为当红偶像和北电的高材生 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 确实有些小小的尴尬呢 而在采访中也可以看出 朱一龙非常认真的在跟红黄老师交流 此次可恶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太紧张的原因呀 芒果捞线人身为公众人物 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言情规范呀 报道